周杰伦迎接生日将推出新歌 杰威尔提供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 周董周杰伦明天将欢庆39岁生日 预告18日凌晨0点0分将有新歌MV上线 新歌革命为等你下课 但等的不是去上才艺课的女儿小周周 而是暗恋的人 之前曾爆出周董和老婆昆凌 打算让小周周去上一年学费高达70万的贵族学校 而昨天昆凌曾发文提到送女儿去上课 原来是去学画画音乐等才一课 不过周董的等你下课不是等女儿 而是励志情歌 他向说这首歌其实是要鼓励歌迷 努力考上跟你喜欢的人一样的学校 插画家仅已三篇的时间 根据周董歌词故事情节 描绘出生动插画 可以看到插画版的周董在树下弹着吉他 躺在暗恋女生考上的学校操场看星空 这首歌来自周董发想的一个故事 想象一个年轻人暗恋一个女孩 傲悔自己没有好好念书 没能跟他考上同一所大学 为了等他下课 在女孩住处附近租房 默默守候着他 弹着情写情书 只想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他 却找不到时机与方式 只能每天等着女孩下课 除了有宛如不能说的秘密的校园浪漫 更多了谢文清情怀 暖心陪伴 周董还邀请和自己一起成长的录音室好友 Gary 杨瑞在一起合唱